如果说南方的话,他有房子 你也有房子,那是去哪里住啊? 我到了海绵宝的工厂了 看一下这个小夫婆到底 是怎么被叫做小夫婆的 真大啊这个啊 你这个工厂有这么大 能赚这么多钱 你不怕 别人你再放我家里 我不怕不怕 可以的话,留一条鬼 哈哈哈,欢迎你来做客,欢迎 留一条大腿,我要抱大腿 要为你吊死了 啊,我们看一下海绵是怎么做的 这我真第一次看 不知道有多少加拿门有看过的 这个是海绵哦 真的好暖哦 暖不暖 好暖 你这工厂有多大 三万多个房 三万多房 对,这边是一脚 然后旁边还有 还有 很多那些仓库在里面 不够是三万多的房 这都是仓库啊 对,这就是我们仓库 真大了 那边还有两条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放在海里 在外面看的话 感觉没多大 对 但是一走到这里面 没有这么大 对 这是 你的办公室还是你哥的 我哥的 那你哥呢 他刚刚出去有事了 你哥 知道说你相亲的事吗 哦,知道,知道 我跟他说过 他同意吗 同意啊,这个为什么不同意 那他对你相亲的话 有什么话说有没有 他说我结婚的时候 他会送我一份大礼 多大 那个要看到时候 结婚的状况了 是不是要看他了 他是说他会送我 一份大礼 我是 从小到 消息知道 你哥这属于 产业链里面属于 将近首富级别 是不是 哦 他做这个海绵 这个行业的话 做了挺久了 做了 十几二十年了 现在做到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做得非常的好 现在这个工厂的生意怎么样 工厂的话 我们总体来说还是可以 因为我哥这个 这个行业也 就是说也打拼这么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然后我们的就是 老顾客还是有一些 比较优质的 那你对以后的那个 男朋友的话 有没有啥期望值 男朋友的话 我觉得 收入的期望值 收入的话 一个月就是 能养得和自己 能养得和家就行了 也没有什么 过到的期望值 那要看什么样的生活 就是普通生活嘛 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不普通啊 我什么意思啊 都是普通的人 那像我一个月 赚个五千块钱 我也能养活家庭 五千的话 应该你只能养活你自己 家庭开支 去到如果以后有小孩的话 去到小孩的开支的话 可能一个月你要 有一万块钱 才有个差不多 差不多 没有一万块钱的话 真的是 养一个家庭团的 一起 创断这个工厂 那么大 最难的时候 就是什么时候 最难的时候 也就是01年02年的时候 因为我是一开始 我是没有做这个行业的 我是跟着我哥一起 来进入这个行业 然后一开始 我就是做业务 然后那个时候 我跟你说 我是没有驾驶证的 不会开车 那个时候就苦到什么地步 就是每天拿着样板 出去找客户的时候 找客源的时候 以前我们这边是摩托车 打摩地 对 以前就是广东的天气很热的 三十几度 然后就拿着样板 那么厚的样板 抱在怀里 然后出去 就是 跑业务 对 一家一家的跑 然后打着摩地 所以跑业务 那个时候确实是比较难的 看来还是吃了不少苦头 对 创业哪里有那么容易吗 也遭到了不少的白眼 对对 不过还好 就我哥一直都在扶持我 都在帮我 然后慢慢的也就变好了 主要有个好哥哥 家里希望你远嫁吗 如果是说你真的去 真心去问他们的话 那肯定 就是说父母嘛 肯定是不愿意的 肯定是希望自己的 不管儿子还是女儿 肯定是在自己身边更好一点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说 你有心仪的或者怎么样的话 他们也不会说有太大的阻碍这些 你就是婚姻基本上都是自己做主的 对 基本上自己可以做主的 住我们这一块的话 就是也就是给一个参考的意见 对对对 都比较开明 那我在想如果说南方的话 他有房子 你也有房子 那是去哪里住 那看远近嘛 那如果说是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当地的安徽那边的 那肯定是去南方家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 那你这边怎么办 住的话 那过年肯定是回家住那么几天 那平时肯定也是在 在创业中 在工作中嘛 对不对 在安徽那边 他有他的事业 你在这边有你的事业 那咋办 这个可以商量的 但是我 我是肯定不会放弃生意 去他那里的 但是我也 不会说一定要要求他来我这里 也不希望他把那边放弃 来你这里 对对 就是最好是两个人能 共同一起进步 对 能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 能达到那个一举两得 对对对 今天真的是去了很多地方 然后也跟我们海门宝宝聊这么多 而且海门宝宝 这小女人呢 挺有女人味的 说话又好听 事业又有 然后最主要是通情达利 过奖了 你这次在夸我 没有 实话实说而已 你这是多想把我给赶紧出手啊 这把他赶紧出手了也是 怎么说 我是积德行善的 这一段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 下期再见 拜拜 好 中个月 谢谢大家